還記得一年多前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上任 就出手拆除了忠孝西路的公車道 大獲好評 但現在傳出又要蓋回去了 來看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 是早在總統馬英九 担任市長的時候完工的 當時規劃是要一路延伸到忠孝東路 一線路段為止 卻因為北捷的信義線 還有松山線陸續的動工 為了避免路行更改 造成巨大的交通衝擊而暫停 而這一停就將近八年 郝龍斌上任之後 幾經苦思決定經過多次民調和開會 要暫緩整個工程 柯文哲則是還沒有上任 他就先說了要找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拆了 果真一上任就拆除 而最近市府又傳出 要再興建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 市府的解釋是說 其實並不是要蓋回去 而是要增加一個交六公車灣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可以容納六輛公車停靠上下課 再搭配交七這個公車灣 可以容納四輛公車停靠 這不會妨礙到整個的車流 而柯文哲他也否認了說 不是要把拆掉的再蓋回去 不過最近整個台北市的交通是塞爆了 預估等到7號中校橋引道拆除工程開始之後 雙北的來往都會塞車 一年多前中校西路中央的公車專用道拆除之後 有效舒緩交通 不過在西區門戶計畫中 公車專用道又再次出現在我背後這一塊區域 西區門戶計畫預計要把客運站的空間改建成兩個公車道 目的是要讓民眾有更多的後車空間 不過舊的才剛拆 現在又要蓋 民眾看法如何 以眼前現在看到的這裝作 那沒有去考慮都後面的 是不是有這個經濟效應的話 那就不好 可能還要再考慮一下啦 因為這個 對 而且這邊真的很久了 所以如果真的拆掉的話 會不會說其他要搭車 或者是說其他的一些運輸的部分 會不會有影響這樣子 我實在是怨話 然後我說 唉唷 我覺得那實在是亂講 怎麼講 這什麼蓋也不是 也不是蓋在同樣的地方 邏輯也不一樣 切到倒背 柯文哲認為兩個公車道完全不同 不過現在最急迫的 還是春節就要拆除的忠孝橋引道 引道之前就是在忠孝橋這一端 一直到回堵的 三公里或四公里 那整個從回堵點的末端 突然開始進到剛剛講的 台北市重新來路這一端的話 我們花的時間 整個我們是到台北 忠孝橋這邊的話是30分鐘 北市平勢容 結果新北市也跟著塞 只好訂出舒緩交通計畫 回堵量超過三公里時 就要開始強制車輛 從別條橋進入台北市 柯文哲一年前就說要拆引道 半年前開始與新北市溝通 交通問題棘手 雙北當鄰居 都得一同面對 一輪TV柯市長黃映辰綜合報導 接著